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紹的跑鞋是美金龍在今年 2017秋冬吉祥所推出一款全新世代的跑鞋 今天要介紹的主角就是我手上拿的這款Waveshadow 那過往其實Mizuno在前兩年一直有一款Waveshadow Nara 是廣受大家所喜愛的跑鞋喔 那它所提供一個非常均衡的比重還有調性呢 一直廣受跑者拿來做長距離的訓練 還有比賽相當喜愛的一款鞋款 但是這款Waveshadow今年的推出就是要取代過往的Sayonara 能夠提供一個更舒適然後更輕量的一個跑感 給過往這個跑鞋的愛好者 那這個跑鞋呢其實基本上它搭載了一個全新世代的一個Waves科技 那還有以及不一樣的鞋身設計的概念 那我們就先從中底的科技來看起 那可以看到從側面的紋路可以看到這款跑鞋 其實它在側面做了很多的一個立體的一個勾紋 那這樣一個設計呢讓Waveshadow在縱向以及側向的扭轉 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鞋底的靈活度 那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呢 它採用了一個Ruforic的中底的材質 那讓這樣的一個跑鞋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回彈性 以及更舒適的腳感 那順應著這樣的一個中底的平台呢 我們來往後面看 就是可以看到Mizuno Wave 這款新世代的跑鞋它所搭載的一個科技的重心 那這款跑鞋的Waves呢 是採用了全新的一個Cloud Wave的一個設計 的一個中逐的一個避震的結構 那可以從鞋底的部分來看到 Cloud Wave 基本上它的一個設計可以從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波浪片 是有分為二維和三維不同幅度的一個結構 首先在平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內外偏置的 從腳跟的外圍到中逐 以及到前腳掌的內側 採用了一個順勢軌跡導引的支撐 但是再加上 縱向的一個結構的一個設計 讓跑者呢 不論是在縱向的一個彈跳 或者是從固態外圓到內圓的一個過渡呢 同時呢我們可以看到在後腳跟的內側 其實它是採用了一個EUPHORIC X的材質 有牽在這個波浪片的中心 讓這個跑者在後腳跟 能夠有一個更細膩更舒適的一個跑感 那順應著這樣的一個鞋底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後腳跟 是採用了這個X的一個耐磨性的材質 同時搭配前腳掌一個比較輕量的一個橡膠 讓鞋底能夠維持一個很好的抓地性 那當然在鞋底的一個紋路的一個切割方面 也採用了非常的點撞式的一個切割 一個Smooth Ride的一個多點的一個大筆的設計 讓跑者不論是從任何的部位去著地 任何部位去彎 彎折和推進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腳感 那我們來看到鞋面的部分 鞋面的部分呢 WaveShadow它採用了以舒適為出發點 但是能夠提供很好包覆的鞋面的設計 首先在鞋旋的部分 它採用了一體式的無縫線的網布 讓這個鞋旋的空間的範圍是相當的廣的 能夠因應跑者不同的腳的寬度 但是呢 因應這樣的設計 它在棕族的部分 則是採用了一個合成平面的設計 讓跑者呢 能夠在棕族有一個很好的包覆 同時在最後鞋跟的布面 也是採用了過往在Cellonara廣受大家所喜愛的 一個立體的一個包覆的材質 讓跑者的腳跟能夠相當穩固的 留在鞋跟的部位不至於滑動 那最後是鞋舌的部分 鞋舌的部分 它和鞋面是採用了一體式的設計 讓鞋舌不會因為你跑步的過程當中呢 而有滑動的現象 那基本上 Wolf Shadow 它是一款相當輕量 以我的尺寸來說 大概是 US 8.5 250克左右的一個重量 一個輕量的一個路跑訓練鞋 那它不論是在中長距離的跑步訓練 或者是一些半馬10K的賽事 甚至是馬拉松的賽事 都能夠提供一個非常均衡的一個跑感 那如果你過往是這個Wavecel Nara的愛好者 相信這款跑鞋的推出 會讓你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它所提供的是一個更具有回彈性 以及更細膩的一個腳感 但是如果你正在選找的是一款 比較輕量的這個慢跑訓練鞋 那相信Wolf Shadow的出現呢 能夠讓你在今年的秋冬 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今天這款跑鞋介紹給大家 謝謝大家